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的出现是20世纪科技带给人类的突破性成果 把纳米技术应用在农业上同样会取得惊人的功效 纳米技术的形成和纳米材料的出现是20世纪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突破性成果 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 强地纳米863生物助长器就是率先在农业方面应用纳米技术的产品 把它应用在种植业养殖业和水产业上都能表现出增产增收和提高品质等惊人的功效 所以强地纳米863生物助长器于1999年通过两项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2000年被列入国家科技部和江西省科技厅重点推广项目 通过使用之后效果确实很明显 整个从使用过程当中我就总解说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抗病能力增强了 增强了它的免疫力 第二点就是猪那个卷水啊臭味小了 第三点就是提高了子猪的母猪的产子率和子猪的个体重量 第四点就是猪的增重也明显提高了 现在我跟别人说可能养猪户都不相信 我这个猪就是从这个产子那天开始到出来 只能六个月时间平均每天最好的长到二斤四两 最低就是一斤八到一斤九两左右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奶水特别好 一共实验一个十五六个品种 青椒 大葱 土豆 黄瓜 豆角 玉米 水稻 汗稻 通过这三年的实验示范 你就说今年2003年 就这地方我们的地区啊 联系三个多月没有下头雨 我的薄米 用过863的薄米 你就这么长 不用863已经长这么大 强低纳米863生物助长器 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原来科学实验证明 当常态物质被加工到极其细微的纳米尺度时 会出现特异的表面效应 体积效应和量子效应 其光学 热学 电学 磁学 力学 乃至化学性质 也就相应地发生十分显著的变化 实际上纳米材料不含任何化学激素 它通过增强水 饲料 化肥 农药的能量与活性 增强动植物体内酶的活性 促进植物根系活力 增强植物吸收水分 利用蛋肥的能力 在动物表现在抗病 抗寒 抗衰老等方面都比较显著 应用强地纳米863生物助长器 可以节省饲料 化肥 农药等用量的30%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农业增产毕竟有极限 所以降低成本就意味着增产增收 我家自从用了863生物助长器之后 我抓了30只鹅厨 基本上是没有那个夭折的情况 而且这个鹅小的时候长得呢 就是羽毛特别丰满 我同样和我弟弟家 我是给他家带回来的 在一家买的鹅厨 他家的鹅呢 就是那个脖子上 就跟咱们看见那个秃脖子鸡一样 一根羽毛都没有 我家的就没有那种情况 后来鹅渐渐地长大了 鹅毛比它的白 体重比它的重 从卖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我家的鹅一只鹅 比它的重三斤左右 一只鹅多卖了 照它多卖了十元钱 从这可以看出863确实好 农业科技进步的最终目标 就是实现风产高效 强地纳米863生物助长器的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应用起来更是再简单不过了 它不但体积小 不容于水 而且也不需要外接电源 也不受季节温度和光照等影响 同时它不属于一次性消耗品 可以反复使用五年 虽然说成本非常低廉 但是它产生的经济效益 却非常高 目前经过全国近20家 科研机构的试验 和大面积应用的结果表明 使用强地纳米863生物助长器 不但可以节省资料 化肥农药的使用量 而且还能改善农副产品的质量 它的应用和普及 将为农业实现优质 高产低耗 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